上個星期大家討論最多的就是垃圾 到底大家有怎樣看這個政策 以及對這個政策的了解有多少呢 我覺得很生氣 你們的垃圾網打一個門 每個人都掉到大垃圾桶 我覺得香港人早就找到走站位 可以說詳細一點 他腸癢的有什麼好處 說清楚了 不要說真的不清不楚 就把這個政策弄出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na 上個星期大家討論最多的就是垃圾 政府剛剛延後了垃圾徵費 到8月1日才實行 到底大家有怎樣看這個政策 以及對這個政策的了解有多少呢 今集街坊觀察隊就來訪問 各位街坊對這個政策的看法 看片之前記得like shar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Let's go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是垃圾徵費 就是將垃圾循環再用 等垃圾徵費 給錢買垃圾徵費 可以在超級市場或者市場的地方 去買所需要的容量 去買垃圾袋 你對這個政策有什麼看法 不是很知道他最後是不是真的會實行 很多人反對吧應該 那些人可能會扔出去 如果做這些計劃 只是做一個表面的措施 但其實可能實際上沒什麼可限性 如果有用的話就真的會有人做 但不多一個人有 那你怎麼看這個政策 你覺得他有沒有用 我覺得很浪費 你的垃圾袋打在門 每個人都掉到垃圾桶 你自己買完的回來 那些袋子還可以 都是這樣掉下去 我也是會這樣做 幾沒用 沒用 我覺得香港人總是找到走站位 就是在街邊 每個人都用一條垃圾袋 然後我扔到外面 後樓梯的垃圾桶 其實我扔其他東西下去 你不會知道是我扔的 那你又罰不到我 我拿出一條街 扔外面的垃圾 橙水的垃圾桶 一樣都解決到這個問題 好像有看過上網 就是反而會多了垃圾 反而會多了用垃圾膠袋 反而就不太好 因為你要買多了膠袋 膠袋都要分解 或者反而還做多了垃圾 出不出到街 你在這裏說 我覺得香港政府已經窮到有垃圾 現在都要收損 那你平時在家裡 會不會自己做婚女 有懶度 都是照樣扔 那些廚餘有時會 放在那些泥土那裡 我家有分 椅類和膠樽 我媽媽會把膠樽 喝完之後會 丟在一起 到時扔 都會受傷 很少學會做 除非有時在街上 可能這麼巧 真的很明顯拿著膠樽 看到膠的垃圾通 就會扔下去 我覺得都是比較少 除非都是在街上見到 都不是很麻煩的做 喝完的東西 喝袋買一袋 膠樽 就拿到垃圾 那你覺得你會不會 因為推行垃圾徵費 這個政策 所以你會去做垃圾分類 都有分類 就放在樓下 就放在下面 就在我們 FIP口的桶 每個包都有做 保持住 正常的 平時家裡的 怎樣就繼續 垃圾很貴 很貴 因為家裡比較多人 所以天天的垃圾 的份量都是挺大 所以就會做 會因為可以省錢 省幾個水 可以啊 可以幫家人分擔一下 你覺得政府 現在它延後了這個政策 就是8月1日才實行 你覺得期間政府 可以做些什麼 令你容易接受 可以說詳細一點 它 傷痕了有什麼好處 或者 可以就著 現在可能提出的問題 例如膠袋 會反而用多了這些問題 來反駁 或者澄清 香港人 生活節奏都快 就是要特意去買一個膠袋的話 然後再分量 就好像整件事變了復答了 改善的措施 你覺得如何改善措施 你覺得可以容易接受 或者令它有用一點 直接取消它 直接取消它 垃圾袋不要那麼貴 最大那個要十多元 所以我覺得 政府可以將價錢 微微調一下 調一下 因為我們有管理費給的 那我就不會收的 因為我們試了半年 買給那些袋 派那些袋 就沒有派過那些 白色大的膠垃圾袋 就是這個意思 你已經試了半年 不覺得它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現在 你如果在家吊傢修 你就要貼那些紙 多少錢 那張椅子 多少錢 一個櫃 就不學得現在 那些人 裝身 年尾 那些大傢修 都在喘口 就是那些沒問題 說清楚了 不要說 不清不楚 就把這個政策出來 就是令到我們 全民都知道 其實是做些什麼 可以是正確的 我覺得我接受不了 你接受不了 我想應該立法之後 很久了 但是 應該立法那一陣子 最多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這一欄 都沒有人知道 可能環保那些團體 有什麼活動 或者方便大家去做回收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其實我扔掉那些回收箱 其實最多人都會被我扔掉 扔掉垃圾 扔掉堆填區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 其實我扔下去 跟扔掉垃圾 都沒有分別 政府有什麼形象的工程 可以做到 讓人知道 就算我扔掉 屋苑的回收箱 其實他們都會去做回收 我不需要特地去拿去 那些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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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這些團體 才會真的有效回收的東西 宣傳 這些可以做得到 好 今天訪問完大家之後呢 發現其實大家對這個政策 都幾一枝半解 還有都幾反感 那今集街坊觀察隊呢 就來到這裡了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channel 還有comment告訴我們 知道你的看法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